你好,政教论坛 一如既往,我们会做主日学 我们继续在生命记的系列 我们由生命记的12章 讲完15章的法典 12章讲到现在25章 真是用了很长时间 我们讲过,这15章的法典 其实是按照10届 顺序去做解释的 当然,现在讲到第9届 它牵涉的经文 应该整个25章 都是讲第9届 不可作假见证,含害人可一段 好,我们先入正提议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仇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 和按铃铃铃 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 或者晚上的时候 看看有什么影片出 不可作假见证,含害人 里面讲的意思是 比如说 如果你做一个证人 你不要作危证 你作一些危证的时候 你会害死人的话 你这种的危证呢 是不对的 有时候 有一些人做的危证 可能是对A有利 对B就是陷害 这些假见证呢 圣经也是很讨厌的 因为你说大话嘛 你帮了A 就害死B 是不是 如果是一宗谋杀案 你明明是A杀了 你屈在B里面 这些是很恶劣的东西来的 但是当然 你作为一个审判官 你听到一个审判的时候 明明A 是杀了人 接着有一个 C去作见证 你明明是有理性分析 听到那个C 作异症陷害B 那你作为一个审判官 那你作为一个审判官 你都这样 你明明是有理性分析 明明是 听到那个C 作异症陷害B的时候 你当没到 有得A 就逍遥法外 上帝对这些审判官 都十分之愤怒 OK 所以你说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其实可能中间的精神就是说 要维持法律 和审判 或者司法上的公义 这个呢 在地狗界里面 跟司法那方面 关系是最强的 可能你说 地狗界说不可偷渡 可能是说 你的人生里面 你也不要偷东西 不要说以 你有钱的欺负人 令到自己有钱的更有钱 令到他穷的更加 没有 那是可以一般生活一点 对不对 不可杀人 关于战争 关于国家体制 孝敬父母 更加要建立军王 因为国家体制的东西 但是你现在 去到地狗界 就说司法系统多一些 要这么说 我们要读回 这个《生命记》的25章1-3节 你会看到 咦?真的在说司法 25章1节 人若有珍重 来听审判 审判官就要定 义人有理 定恶人有罪 恶人若该责打 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 服在地上 按着他的罪 照数责打 只可打他四十下 不可过数 若过数便是轻赠你的弟兄了 如果你在这段经文来说 他意思就是说 喂 这个经文写的时间 我们一向讲的理解 是在皇国时代 已经有皇帝了 不是摩西时代 摩西应该写不到这么长的法典 我们的理解 什么都好 新命记的法典 写于公元前 622年 即临亡国之前 大约三十几四十年 亡国前的时候 皇帝叫做约西亚 约西亚有皇帝 当然皇帝管理的人民 就会 委任了一些审判官 这里提到的审判官 相信是当时 在以色列的亡国前 皇帝时代里面 是真的有这个职位的 是负责 是处理 那些人民之间 互相的糾纷 诉讼的东西 等于现实的社会里面 有些我们这个时代 叫民事法庭 大家做生意 会打官司的 所以 情况会近似 但是现在说 你做一个审判官 你都要用你的理性 分清楚 哪个人对 哪个人错 有一些人是恶人 那当然 有一些人 有些人是恶人才到处的 是不是 他是伤害了 另一边 另一边告他 他在乱说 射博也好 最后 理性分析之后 他的谎话都被拆穿了 证实了他是一个坏人 那这个坏人 怎样去判他呢 那圣经说 就是说 只可以打他40下 不可以打多 打他40下减1 就是说 你最多40下 但是避免过数的话 39下很停 我相信 这个罪行的规模 还没去到杀人 圣经也是说 你是 以命还命 以手还手 就是说 你呢 你去斩了人的手 你还手给人 是不是 你拿了人的命 就还命 是不是 相信这个恶人 就是对其他人的侵犯 这个侵犯 未算很严重 所以未去到 以命还命 但是可能 他那种恶劣的行为 都打了几个人 跟着 在做一些很恶劣的事情 做一些谣言 什么都好 社会要惩戒一些这么恶劣的人 所以要打他39下 我有时候觉得 你说是不是不文明呢 你说新加坡说 你套了香口膠 要用痴刑 我觉得 没有说不文明的 就是说社会 接受就可以了 是不是 当时的社会 就是对一些 女女侵犯人的恶人 未至于杀人 未至于斩人的手 未去到 用其他法律处理到的 他只是侵犯 抽水而已 那就打他39下 就是这样 这个呢 也是一个事例 但是去到新约呢 也有引用到 新约呢 你会看 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 二十四节左右 他就说 保罗去传福音 保罗是犹太人的 犹太人就很不喜欢 你保罗去传福音 因为犹太人 就认为尼赛亚未来 所以 保罗就传 就说 尼赛亚来了 尼赛亚就是死了的 耶稣 你都知道基督就是尼赛亚的意思 同一个字 不过尼赛亚是希伯来文 基督就是希列文 同一个字 但是 什么都好了 保罗 去传港耶稣基督的时候 犹太人很不喜欢 就觉得这个是 骚扰了会堂 但是又见他是犹太人的话 打他39下 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这样打 保罗 我觉得都不恰当 但是犹太人又觉得自己很恰当 是吧 就是 保罗 去传港耶稣基督 又去理性基础 你就听咯 是吧 在现代社会里面 你认为有言论自由的 是吧 是吧 但是他在古代 不会这么说言论自由的 我们会堂 传港那套就是这一套 就是犹太人没回来 啊 你过来和我说 耶稣回来 你骚扰我 但是你又没 没去杀人放火 那我打你39下 这样使用律法呢 我觉得都已经是妄容 OK 如果是对比保罗的待遇 对比耶稣更加过分 因为主耶稣呢 只是传道而已 只是指责你 这个民事祭司长 法利赛人 对旧约圣经的诠释 有很多的谬误 是不是 但是当时候呢 主耶稣对 由 对耶路撒冷祭司长 这个集团里面的指责呢 或者是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呢 是会令到他们的宗教权威有所 被挑战 那同时呢 当时呢 是一个呢 想试图要搞革命的社会 哈 犹太人想捧主耶稣基督呢 做他们的革命理就呢 去搞呢 犹太脱离罗马帝国的独立的运动啦 所以呢 当时呢 制思想第一件事 就很恨主耶稣 想去死 第二件事 遮头遮脱离罗 就说 你们要捧耶稣做革命领袖 我直接杀了你 那当然啦 犹太人 就 借了 罗马人 被拉多个手杀啦 但是你那边要这么说 喂 你觉得耶稣怎么样不对也好 你最多应该打他39下而已嘛 为什么会变了杀呢 那就是犹太人在耶稣的事例里面直接是不 不当耶稣是犹太人 也真是野蛮的 完全是非法的 可以说一句 好过你自己的弟兄啊 他是犹太人来的嘛 是不是啊 为什么你要这样逼死他呢 是不是啊 所以耶稣的事例呢 犹太人是根本不遵守律法的一个群体 但是如果你说喂 去到现代社会了 喂 喂 你当然现代这个社会里面 这些犹太人号称说 旧约圣经 令到他们有主权 有权 拿回巴克斯坦这个领土的话 那大问题是 你们犹太人有没有看圣经的呢 是不是啊 如果你们犹太人有看圣经的 喂 你自己的弟兄被人绑架了 是不是啊 那你应该投鼠忌器的嘛 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去残杀巴克斯坦人 我当巴克斯坦人啊 哈马斯是绑匪 但是问题是 现在你杀的方法是 你不理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 你们以色列人的人质啊 将个欲心 和绑匪一起杀了才说 喂 那些被绑架的犹太人 就算你说他们有什么 TDST 什么鬼东西 斯德哥尔摩后群症也好 又说 你们同情 说你们这些被绑架了那么久 你们同情哈马斯的了 上面杀了 但是圣经教你嘛 你对犹太人自己人 最多他没什么犯大错 最多罚他39下 打39下而已嘛 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对自己那些 被绑架的犹太人 你好像当他们 哎呀死了就罢就啦 这样 喂 完全不拿来看圣经的 第二件事 圣经很明显 你看到这段经文就很讲人权的了 喂 你还是打去呢 都是希望一种懲罚 一个懲教 提醒你自己的弟兄都是犹太人 是不是啊 就是说呢 你对其他的人呢 你有种尊重的 你不可以说侵犯过多 你打算教他 那么 最多打他40下 但是怕过数 哎呀39啦 这样 就是在耶稣时代的实践 那圣经真的说到呢 我们理解就是要 上帝颁布这些律法 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 再做一个呢 很宽厚的 很有包容性的 基本上呢 对人也是很有恩慈的 的一个角度 但是现在以色列的运作 当然就绝对是不讲人权啦 直接是残暴啦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呢 之前跟大家看过呢 这个的 呃 这个的生命记的23章 里面提到呢 他会对外族的说法呢 有时候会比较厉害的 他就说提到阿门人和摩押人 阿门人和摩押人呢 是一些乱伦的后代 那我就说禁止他们呢 是参加耶和华的会 这样 过了十代都不给这样 那对阿门人和摩押人 就真的比较严厉啦 是不是啊 这个是 旧的圣经里面说 以色列人呢 你对外族来说 这两个外族你差点啦 因为这两个外族呢 是乱伦所生的 这样 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所生的 这样 但是如果你说说 另一个外族呢 圣经就提到呢 要对他们比较恩慈的 因为呢 不可侦顾耳东人 因为他们 他是你的弟兄 不可侦顾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们地上寄居的 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 你去封堯华的回积 就是说呢 对一些的 尔东人 即是跟你 尔色列人是有血统上相关 因为呢 尔撒 经过利伯家 生了一对孙子 一个就是尔色列 一个就是尔素啦 所以尔素就在后面变了尔东啦 但是如果你要按照这样说的话 喂 阿拉伯人和 以色列人是近亲来的 当然有很多说法 哎呀 现在的以色列人 基本上主要都是 德裔犹太人啦 德裔犹太人 就不是真正圣经讲的那些 以色列人啦 但是问题是你们在假扮以色列人嘛 是不是 你假扮圣经讲的就是你们嘛 是不是 假扮开就要继续 继续讲 要假扮那个角色扮演的啦 喂 巴勒斯坦人呢 很明显就是 以东人的后裔 是不是 这个呢 很明显就是说 喂 你 那些阿拉伯人 那些阿拉伯话的言语结构 我们如果你说你看回 用这些语言语去研究的时候 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 是一个很像的语言来的 即是如果你查古希伯来文 真是你 你读完阿拉伯文 再读希伯来文 你会发觉 咦 希伯来文这么容易学的 这样 因为语文结构真是很近似的 其实是大家兄弟来的嘛 圣经不是说了 喂 你以东人 对那些呢 和以色列人血统很近的人 以东人 是不是 或者是埃及人 埃及现在呢 全部都是阿拉伯人来的 因为呢 他们 当是 伊斯兰教 当作是以撒玛利的子孙 那样 其实圣经是教 犹太人 是善待这些阿拉伯人的 就是以东人 埃及人的后裔了 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 其实就是 就是以色列人的 都算是最近亲的一个族裔 是不是 这四亿多人 你应该是恩代他们的 喂 他们起码全部都 讲阿拉伯话 阿拉伯话 和希伯来话 是很近的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残暴 呢 其实说真的一句 以色列人就是不读圣经 不读圣经 你有什么资格 拿着一本族的圣经 说圣经就是地契 是不是 圣经所提的 以色列人屠杀加南人 那么加南人 起码 就不是阿拉伯人了 是不是 阿拉伯人的血统 像以东人 像埃及人 多些 喂 你们不 你不遵行圣经 不理解圣经 有什么资格说 那个应许之地 是属于你们犹太人呢 这就说回 那我们这次就先说这么多